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拜登政府周一公布了2023年财年的预算 其中将国防预算增加了4% 提升到创纪录的8133亿美元 拜登政府明确表示 这个预算针对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而且虽然乌克兰战争正在进行中 但预算的重心仍是与中国的长期竞争 别管欧洲怎么乱 美国坚持心系中国 美国真的是穷兵独武 他们为搞基建花点钱 政府和国会争论来争论去 但是一说军费 两党顿时统一了 而且共和党还嫌民主党拜登政府提的 国防预算增加4%太少了 他们要求至少要增5% 这个情景太疯狂了 美国的军费一计绝尘 是世界第二中国的大约4倍 还嫌不够 想想看 华盛顿政治精英对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追求 有多贪婪 怎么与这样的美国打交道 是对中国的严峻考验 老胡想在这里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已是现实 他们把军事力量作为关键筹码 挟迫中国 以此来支持其他领域的对华竞争也是必然的 为此 中国必须加快我们自己的军力建设 坚决构建在中国近海 足以消灭来犯美军的强大力量 形成在西太平洋的可信对美威慑 我们的太空战和网络战能力都要发力建设 核力量同样要坚决扩大 要让美国确信 它如果围绕中国的核心利益对华军事摊牌 中国不仅敢于在家门口与它开展任何规模的战争 而且我们一定能够打赢它 第二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 不接美国全面军备竞赛的茬 也不把自己朝美国的全面战略对手去塑造 我们看到美国人很强大 尤其它的整体军事力量 是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无法超越的 另外它的强大盟友动员力 被这场乌克兰战争进一步证实 我们不去世界上与美国为敌 不试图推翻它 我们只需守护好自己的核心利益 在更广阔的领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进行平等基础上的磨合 我们要这样去做 而且在心里就这样想 第三 中国要广交朋友 少数对手和敌人 尤其要认真经略周边 减少美国向中国方向投送军事影响力的抓手 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各种力量中的最强项 我们要引导国际竞争 尤其是中美竞争的能量 多朝经济方向分流 增加这种竞争的弹性 避免你死我活 这会更有利于中国养己之长 并为中国的成长赢得更多时间 第四 中国的军费占GDP比例不到1.5% 从长期看这太低了 北约国家这个数字的基本标准是2% 美国是3.5%左右 我们不与美国军备竞赛 但更多的国防开支是必须的 中国的制空能力和制海能力 太空能力 以及足以震慑美国对华战略冲动的核能力 都需新的长足进展 中国是经济增长与军费增长平衡处理的最好的大国 继续增长军费很有后劲 让我们保持这个后劲 用好这个后劲